那么我们知道实际上世纪用的是中巴自己的交响乐团 我想请问一下冯团 您在未来交响乐团的发展当中有什么样的规划 应该交响乐团它有它自己独特的一种艺术规律 但是首先因为在中央芭蕾舞团的交响乐团 首先定位一定是要把芭蕾的作品 舞蹈的芭蕾作品跟演员们完成好前提 当然了因为作为中巴能拥有自己交响乐团 他们的业务提升和艺术修养的提升 一定也是要离不开他们专业性的 特别是那种表达形式像他们的专题的音乐会 这个一定要是说体现他们高水准的一种 也是一个表现方式 所以我是比较尊重 因为现在音乐总监 他对于剧团交响乐团的建设 他有他的思路 然后有着对于这个规划 甚至是现在交响乐团 就是他们有一个叫团队领导的小组 非常的对自己的艺术上的规划 然后我们也是要拿出三年规划 和每年当年的这样的日程的流程 如果我说期盼 我是希望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 一方面就是在世界所有的芭蕾舞团的任何的表演作品 能够就是你们讲的那个跟芭蕾的那种切合度融为一体 在音乐当中能够看到舞蹈 在舞蹈当中能够听到音乐 这样的完美表达 我们团应该是一流的 因为音乐的必须是一流的 这个是 第二个呢 就是在这个专业的这种专题 这个交响 就是他们的音乐会上 我也希望能够有着步骤 什么时候应该有构建 我什么时候应该演 这个奥德 这个音乐大师的这样的作品 什么时候应该演俄罗斯柴克夫斯基 或者说什么时候应该演什么肖邦 或者什么时候应该演什么 应该也有这样的规划 对于就是说艺术上 技术艺术上的这个突破 甚至是请来这个世界的这个指挥大师 所以我是认为我们这个交响乐团 尽管在这个十几年来 因为中间有过他们 我们是就是改革的时候 那时候曾经有一度就是中八的交响乐团 还是受冲击了的 所以在这十多年 应该在张艺这个总监的这个带领下 这个乐团突风美猛进的进步 得到了行业的这个就很大的肯定 可能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交响乐团的这种 想要这个进步 或者想要这个这种应该说是有自己独到之处的这种追求 所以他们的努力 然后他们现在这种状态特别好 所以我说今后能够希望我们的交响乐团能够 因为本身现在也是中央芭蕾舞团的另外一亿 你就像这个舞蹈是一个翅膀 那交响乐团也是另外一个翅膀 应该是这样的